嗯 那么我人要的问题呢 就是那个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 那么呃这个 问题是 从事保险啊 哦 ok 以规划 ok 哇 那希望说今年 可以进一步扩大我的客户群 因为之前的客户群呢 速度太慢了啊 那你要积极的出去哦 多运动那就肯定会快一点 对不对啊好 那么 第一个呢第一个给我看第一个先 嗯好 所以要扩大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吗 是看想 我给他没有讲 那给我看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好再来呢 就今年要开始招募吗 对不对 呃一起打拼希望能够招募到适合的人 因此这个 呃 ok 希望说在风水或五星方面吗 那是加强吗 看能够怎么建议你对吗 ok 好 那么我认了这里呢 呃那针对 第一点啊你这里讲要说开发吗 啊 那么更加提升吗增加吗 对不对 团队吗 对不对啊 那以这几个keyword呢 我们来就是对待一下 就是团队本身呢 他属于东北方的挂 耿挂 ok 耿挂东北方的挂 那么呢啊 比如说这个开发建立啊 他属于正挂 啊属于正挂 那么这时候呢 啊起码讲到开拓啊 那么拍你来来来做这么东西的话呢 耿挂跟正挂肯定呢避免不了 所以呢你必须呢要去强化这个梗挂 ok 还要呢强化这个正挂 那么这时候你你你因为你要你要去 你要去这个所谓的提升这个队 这个这个团队吗 所以在这个梗挂方呢 我建议说你或许呢也可以呢 啊因为你有上过我们课了啊 那这个在梗挂方呢 可以用上那个叫做 可以其实呢用上一幅三画 三轮的话一层一层叠啊 那么你不要不要太过激进哦 这三要做的非常的有 有吗有气势啊有气势 ok 那么呢 放在这个梗挂方 为什么呢 因为梗挂代表帮手啊 梗挂代表团队 梗挂就东北方了啊 那你没有上过我们课的朋友 那这个代表团队呢 我们就把它叠起来对不对 叠起来就是一层又一层啊 所以能力方面的提升 而且呢能够去把它给 那个一层又一层建立起来 好这其一在梗挂方用上一幅 那个那个三轮啊 的有气势的一幅一幅画 下次拍我那幅给你们看一看 我有一幅画那个蛮有气势的 那么好 另外另外一点就是那个梗挂方 梗挂方 ok 那梗挂方本身呢这个啊 你要在啊对不起 正挂方正挂方本身呢 你应该可以在这地方呢 啊用上这个五木 五五木 ok 木啊五行的木五木 那么在正挂方用上这个五木 特别是在那个office ok 如果你们有office的话啊 就就在那特别在office方面 还有办公的地方 那么呢 用上这个五木跟刚才那个那个山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正挂本身主动主积极主建立 ok 这时候如果说发展的那个太缓慢的话 那肯定那边有主 那么我们会就用这个五木下去呢 希望说能够呢 把它给拨动 因为五木是金嘛 金络啊 那把它给拨动 拨动之后呢 这个木一动起来呢 那么建立的速度就会加快 ok 所以我人啊 这里 ok 吗 这样给你夹带收到吗 行吗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啊 可以啊 好 去去做吧 希望说你成功 ok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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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他掌声 读一下 对 好ентов 好 这么后 donc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